日前社交網站瘋傳這張照片 相片中可以見到一個中年男子在茶餐廳吃夜期間 竟然在自行快測 拍這張照片的人更加目睹 檢測棒的結果是兩條紅線 即是代表陽性 不少網民都批評這個男人自私 在大庭廣眾下做檢測 發現陽性後都沒有即時離開 說除口罩已經播毒了 吃飯前驗是什麼玩法 其實政府早前已經提醒 在進行快速抗原測試前後 應該清潔雙手 採集呼吸道樣本時 找一個乾淨、通風的地方 四周盡量減少放置非必要的用品 以及要與其他人保持最少兩米的距離